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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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不悲哀 難道我像雪花一朵雪花 不能獲得陽光熾熱的愛 難道我像秋葉一片秋葉 若是化作泥土也追著愛 堅持下來就了不起 對 尤其後面越唱越好 為什麼會忘詞啊 不知道 就一緊張就突然間一片空白是吧 那一刻心裡都快崩潰了是嗎 看到那個表情 那個張在到後面 最後那個音那麼長 人家穩穩的給拖出來了 是吧 祝你最容易 這很不容易了 我們才八歲 有一次我們在做中央電視台的十大民族唱法歌唱家的音樂會的時候 很多歌唱家面對的歌也是很多是新歌 他們可能就排了一兩次 為了方便大家不忘詞 就在前方你這個音箱的位置 我們給他架了一個提詞器 那位歌唱家唱得特別好 唱著偶爾喵眼那個詞 突然間我就看著他 那個詞就是烏魯烏魯的 然後我低頭一看 那個提詞器壞了 那個詞在飛快的飛 但是不知道的人沒有發現 他非常鎮定的 雖然他沒有咬清那句詞 但他還是過去了 而且他唱完的時候非常美的走下舞台 進入幕部的一刹那 觀眾看不到了 他才鬆下來說 第四七壞了你們知道嗎 一個例子就是告訴你 舞台上音樂沒有停 你沒有離開舞台 一切都不能放下 當然對你來說很難 陳老師您給出了主意 在舞台上遇到這樣的小小插持 應該怎麼辦 我就不提的名了 有很有名的演員也這樣 他用什麼辦法呢 他是完了 他忘了以後 他就拉拉拉拉拉拉 一直拉到晚 你剛開始也唱拉拉拉拉 想幾詞 接著再唱下去 根本沒關係 你今天表現相當好 聲艷好 而且你唱的是原版的那種感覺 搭理搭 然後樂隊搭理搭理搭理 再激動起來 我聽你唱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 怎麼這清歌賽又變成小孩賽了 我覺得如果你忘詞了 剛才你就哇哇的哭了 或者跑下去了 你這燈就亮不了了 但你剛才雖然快哭了 可是你還是把那塊最難的那塊 你扛過去了 反正我這燈肯定給你亮了 我也覺得應該鼓勵這種的 對 我想問問你唱其他的歌 你也是這個風格嗎 有的就唱通俗的 就是我相信吧 我們再給你 放兩句 再給你一機會唱我相信 忘了詞你就拉拉拉 走 好 想飛上天和太陽肩並肩 世界等著我去改變 好開煩惱勇勇敢的打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間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青春沒有地平線 有你在我身邊 讓生活更新鮮 每一顆都精彩萬分 I do believe 真棒 你的心理素質 今天在音樂快遞得到了最大的並列 下次忘词了 別忘了那表情還能那樣嗎 可以 還那樣嗎 還可以那樣 不行了 好 我們是否能為來自天津的 這位八歲的小伙子 點亮他的夢想呢 是不是可以三二一啊 哎呀這個真是靠糾結了 糾結 這個算不算 要斷的這個算不算 斷的這個不算的話 這個還得有實力 但我覺得他剛才能堅持下去這點是 對也應該 年齡段來說很難 對 可能別的選手要是斷了 也許我們就不給他亮燈了 對 但是因為他唱的這個水平 我覺得還是很讓我們驚訝的 對 我覺得他還是在很高的水準上的這種 這樣吧還是相信咱每個人的直覺 我數三二一咱們一起按 好吧 好吧 你願意按你又按 來你站到舞台中間 閉上眼睛 我們數三二一之後你就回頭看什麼結果 啊 三 二 一 回頭 謝謝 謝謝 說說吧此時此刻的感受 特別興奮特別激募 嗯 有時候生活當中碰到一個難題的時候 不要輕易的判斷它就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也許它給你帶來的是後面的驚喜 就像今天這樣 對嗎 不到最後我們絕不輕言放棄 好嗎 加油 嗯 剛才孩子上台之前我真的很緊張很緊張 因為孩子上台之前 嗯 招了點涼 肚子很疼 沒想到老師還對她這麼的肯定 太感謝太感謝老師了 也感謝中央電視台給她這次機會 謝謝 接下來激洋登場的這位 是吉他女孩史新童 史新童你看啊 別的學生來參加比賽的時候呢 她們都是有音樂伴奏哈 你這個是邊彈邊唱 在音樂方面是不是有一點點擔保 有點吃虧啊 不會啦 其實我有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到底是什麼 馬上兼分曉 接下來就要看你的表現了 做好準備了嗎 嗯 做好了 點料夢想 等你長大 加油 有請施行童上場 爸爸是我的禁忌 爸爸是我的禁忌基處 他在為止的苦手的曲 卻從未像我說 媽媽是我的生活包容 一樣受了很多難 流了很多汗 可我全都看在眼裡 記在心裡 我不奢求我能成為周見倫 只想長大後靠自己的本領過火 所以我在聽媽媽的話 努力學習 用功讀書 快快長大 爸爸辛苦了 媽媽受累了 在這安逸的生活中 我感到幸福 爸爸你辛苦了 媽媽你受累了 在這安逸的生活中 我感到很幸福 爸爸辛苦了 媽媽受累了 我會在你們給的幸福裡 快快長大的 我會在你們給的幸福裡 快快長大的 爸爸您辛苦了 媽媽您受累了 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史心童 應該是我特別特別喜歡的一個小歌手了 早就認識了 今天的這個歌是自己寫的嗎 對 今天唱的這首歌是我自己的原創 又是自己的原創 作詞作曲都是自己 我們是在等你長大的舞台 跟史心童第一次見面的 當時她就是自彈自唱 我記得那時候唱的是夥伴 唱得特別特別好聽 而且也是自己作詞作曲的 當時我們就瘋了 我當時就說你一定要加入到我的班級 但是很遺憾 因為功課的原因 所以上一次沒有能夠繼續完成 等你長大後面音樂劇的整個的演出和排練 對 因為當時因為一些別的原因 我沒有很遺憾沒有參加後面的演出 所以今天來也是想彌補一下吧 彌補一下 你看到當時那麼多的小夥伴 在音樂快递的舞台演了那麼多的音樂劇 你是不是特別羡慕他們 對 就很羡慕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一季的等你長大 你還要繼續來報名好嗎 歌寫得非常通順 而且前面是說 後面是唱 後面一直在那個保持在那個 Ry那個音上一直唱得很好 音色也很好 所以控制的感覺也很好 尤其是結束的時候 你有幾句朗誦念白 然後你自己拿吉他給自己搬奏 這麼分解一個和弦 那麼分解一個和弦 我就看你講完了以後落到哪 你還知道落到主和弦上 這是有人教你的還是你自己編的 這個我是有學就是這些 有老師的 對 但是這些和弦都是我自己寫的 很好 感覺特別好 感覺特別好 我非常欣賞你 繼續努力 謝謝老師 那我希望下一次你能夠唱一首原創的 對音樂快遞等你長大寫的歌 你要因為你很了解這些小朋友的心態 了解他們對這個節目的渴望 了解他們對音樂的熱愛 了解他們在等你長大舞台的變化 所以我希望在你的歌詞裡看到等你長大 你這個為主題我給你約一首歌好嗎 有點命棋作文了啊 看看你這個命棋作文 下次能不能給我交一個好的答卷好嗎 好 哎呀我好喜歡史心童啊 不慌不忙不焦不躁 甜甜淡淡又很有才華 又那麼內斂 太喜歡你了 還等什麼 我現在就要點亮你的夢想了 三 二 一 謝謝老師 祝賀你 謝謝三位老師 我會繼續加油的 嗯 美辣 嗯 也謝謝我的爸爸媽媽 美辣 你剛才跟你約的那事呢 嗯 嗯 會的 嗯 沒聽懂 我跟妳講 我們河南人的性格特點是這樣的 不做到先不說的 真的嗎 是吧 那怎麼你不太像這樣的 哈哈哈 你下一次來音樂快遞舞台的時候 一定會唱這首歌的 好的 我等待史心童年齡最小的小朋友為音樂快遞創作等您長大這首歌好不好 好 謝謝史心童 謝謝你 我回去一定會好好寫歌為音樂快遞寫一首歌 有請樂樂樂組合上場 有請樂樂樂組合上場 今天本人哥 啥子節目啊 都尝尝家鄉里第一名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連第一名真希致 新生老闆黑狗 虛樂無數三年 屋裡有座山 滿滿山 山上有口塔 防森塔 山下有口水 黑大一口不兩口 很好 生下雨 殺兩三馬 辣辣山沫 辣辣山沫 大都是客年 口名或秋元稜 販川 一八小 打的 Wii 我小子 清洗管洗下家高 外国人杀西班 做老师跳高 还有五块把 一家吧 没看法 独自吧 小唱吧 血量都吃过沙巴 五块把 早路跳干 前进干 相思干 入老人称本没干 不再妙就 老干 姐姐 我们家乡 还还多好吃了 我们都邀请在座的果围 爷爷来来 叔叔娘娘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到我们家乡来刷哟 谢谢大家 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刷哟 重庆了 对吧 对 大家好 我叫吴依峰 今年七岁 大家好 我叫吴馨雨 我今年九岁 大家好 我叫庞志徐 我今年七岁 你们三个的组合叫什么 乐乐乐组合 你们是个什么关系 我是她的同学 她是我姐姐 听姐姐 小弟弟我就问你一句 姐姐熊不熊吗 听不懂 听不懂 哎呀 你四川话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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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说到普通话 姐姐对你凶不凶 凶 凶 姐姐都是怎么凶你的 打人 你怎么表现不好了 姐姐打你 缩 她自愿打我呀 你知道吗 刚才她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她站的位置 可能不是姐姐指定的 那个位置 我就听她姐姐 因为戴的耳麦嘛 她没有空子 你防 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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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小不点 立刻就 倒了一下位置 其实我倒觉得 对于她们这个组合来说 她们这种自然的状态 是我最最希望看到的 真的特别真实 特别自然 特别朴实 你们就像个孩子 你们没有那么多的雕琢 我反而特别特别的喜欢 但是真正要增加一些艺术水准 去要求你们的话 你们可能还有一大截路 需要赶 看到你们这个童谣啊 耳目一新 特别有地方风味 然后马上觉得堆里多辣 谢谢老师 每个人都奋勇向前 尤其这两个小子 你和你同学 特别可爱 那个姐姐也很好 你们除了没唱以外 我觉得从这个动作的节奏 从你们跳的这种整齐 从你们跳的这种热烈 投入精神 我觉得是今天下午 我看到最好的一组 谢谢老师 好 究竟我们今天能不能为你们点亮梦想呢 唐老师第一个给你们点亮 月亮姐姐喜欢儿童最本真的东西 非常非常打动我 所以今天我的选择是 点亮梦想 谢谢老师姐 看你咋版哦 鲁鱼 刚才你们都是说了 没有唱 对 而且两位老师也分别给了一 可是我觉得 说唱是一种现在潮流的艺术形式 能把说好了 也不容易 说得这么好 我怎能放过你们 下一次 加上唱就会更好 能不能加得上 能 所以你们觉得我会给你们点亮梦想吗 对 你们都说了 点亮梦想 好 加油 下次要更好 好不好 没会儿登得吃火锅 好不好 这边好帅啊 这边好帅啊 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Alita Alita你看刚才我们的选手呢 各个表演都很棒 他们呢 有的是老师教的唱歌 有的是自学成才 那从小到大是谁教你唱歌的 我是外婆 为什么是外婆教你唱歌 外婆她一直教我唱歌 就是让我勇敢一点 不要那么悲观 要有自信 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啊 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我身边 然后我妈妈小时候 然后就眼睛不是很好 然后呢 她就没法照顾我 所以只是外婆照顾我 把我长大 然后呢 一直照顾我的这些东西 由外婆带大的Alita 一会儿呢 即将登上我们的舞台 她的歌声 能否赢得我们三位导师的亮灯呢 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做好准备 点亮梦想 等你长大 加油 有请Alita上场 说一段故事给你听 让时光回到最初的场景 风儿清醒天寒干净 外婆她牵着我进行渐进 就像有年代的电影 就像有画面的电影 将一个故事给你听 让记忆回到过去的情形 穿霜的明天还明镜 快播她来着我永远激进 就像有年代的电影 就像有年代的电影 踏上外婆墙 爱便是外婆的怀疑印尽 走进外婆墙 感受着外婆的爱可情 感受着外婆的爱可情 使着外婆在 便现实外婆的忙碌身影 哭泣外婆乖 享受着外婆的甜蜜温馨 我爱福 外婆外婆她有一双自爱眼睛 在我心上阳若心心 外婆外婆她有一双往后大手 让我心头暖夜 Zither Harp 为什么要唱给外婆呢 我的爸爸很忙 然后没有时间照顾我 妈妈呢因为眼睛不好 就快要失明了 所以没法照顾我 一直都是外婆 不让我长大这样子 和外婆有什么 特别难忘的小故事 能跟我们分享吗 有一次吧 我生病 然后她就一趴在我旁边 然后让我吃药喝水 第二天就感觉 外婆特别的憔悴吧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自己有能力了 怎么报答自己的外婆呢 我觉得我一定要陪着我的外婆 就是度过她的晚年吧 然后就一直陪着她 让她开开心心的 因为 因为 因为我也是 因为我也是老老带大的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梦 梦念我又回了老家 还是我们家那个老房子 那个门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打开门 我就看到一个小巧的老太太 穿着青布的衣服 黑色的裤子 背对着我 在那给我们擀面条 那就是我的姥姥 我姥姥把我们 四个孩子都带大 她说我姥姥去世 我们小时候也说 等我们长大 一天好好报答我姥姥 可是我 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姥姥就去世了 我经常会做梦 梦到她 所以刚才你说 有一天你长大了 一定要好好报答你姥姥 戳到了我的痛处 别等姥姥太老 我们去报答她 也别等我们长大 就报答姥姥 从现在开始 就好好地去爱自己的姥姥 帮姥姥分担更多的 生活的烦恼 好吗 谢谢你能给姥姥唱一首歌 我都没有给我姥姥 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是否会点赞你的梦想 还是继续会等你长大呢 我们是否会点赞你的梦想 还是继续会等你长大呢 请让我为你点亮梦想吧 谢谢你为姥姥 外婆唱的这首歌 谢谢老师 为你的笑心而感动 所以我会为你点亮梦想 谢谢老师 我从小是外公带大的 如果没有我的外公 我不会学音乐 我小时候在哈尔滨 我是就是一个老人 带着一个小男孩 这么两个人相以为命的生存 外公不是很富裕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外孙子 他什么东西都可以舍得 什么东西都可以卖掉 然后为自己的外孙子买乐器 请老师 当时还为了身体 还让我去武术馆练武术 所以从小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后来到北京以后 读音乐小学 然后一直在这学校里 学了16年 最后毕业了 就能工作了 我刚刚工作的时候 我外公就去世了 所以我听你讲完了以后 我心里就特别怀念我的外公 其实好好学习 有时候好好练琴 很多时候 其实是让我外公觉得特别高兴 我外公从来就跟我讲 一定不能浪费小时候的时光 五日三省力争凹头 我老记着他 所以你这个心情 我特别理解 我回去希望你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 回去带问我你外公 第二件事 带问你眼睛不好的母亲 第三件 把这首歌重新处理 速度放慢一点 深情的场坦 眼睛里要有画面感 谢谢老师 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 我也会回去 为我的妈妈重新唱一点 让我更有感情地再对她唱一点 谢谢大家 我也相信你会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孝顺的孩子 希望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带着妈妈 外婆 爸爸一起来 好吗 我们希望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继续看到你的成长和变化 因为今天的这个奖杯 其实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 有你的一把 也有外婆的一把 好吗 好 那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好不好 我们也很欣慰 有这么一个懂事 孝顺的孩子 有请节资小乐队上场 看昨天的我们都远了 在明镜广场中要等待 那马虎的肩膀越奔跑 曾经并肩往显到我伴 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 只是那个夜晚 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明天你好 明天你好 深一段渺小 却提醒我 明天你好 我觉得这个小团队看起来呢 有大人 有孩子 然后孩子有打鼓的 有在旁边打酱油的 还有配唱的 然后实际上让我感觉 你们好像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感觉都是特别暖融融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各路英雄都有 我觉得那个小伙子架子鼓打得不错 跟几个哥哥都配合得很好 主要的问题出在主唱身上 跑调都比较厉害了 用气也不够 音准有时候站不住 用气没顶住 你要知道你在一个舞台上演出的时候 是要照顾整场的观众的 眼神不能散 但也不能只揪着一个点不放 你要学会跟整场的观众进行交流 谢谢老师 好 今天我们能否点亮杰斯小乐队的梦想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从小有这样一个环境下去长大 肯定会收获很多很多的快乐 所以我的选择是 点亮梦想 谢谢老师 我鼓励你们 谢谢老师 尽管你们这乐队的配合难度要大很多 但是对于观众来说 他只看你们最后的演出效果 只要有瑕疵 观众就会缓台 舞台是最残酷的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应该 点了吧 点亮吧 都哭了 如果不给你们点你们都得哭鼻子是吧 那必须要加上你们的心理素质了 那怎么办 就快点摁了呗 那我再给你一个最后一个机会 你用一句话想办法打动我 或者 我们随便点个歌 你们乐队能给我们伴奏吗 能唱吗 没问题 能乐队都没问题 好 那我们知道什么她的名字 我们知道她的名字 她的ICH 她的 对 对 我看到你在成长了 因为我看到你已经开始用眼神关注成长 和大家进行交流 手势也越来越自然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快递这个舞台的魅力 只要给你一点点阳光 你就马上开始成长开花 所以你觉得我会给你点亮梦想吗 我不知道 三 二 你回头看那个蓝色的灯 三 二 一 恭喜 这个来一次太丘心了 太丘心了 对不起 快别哭了 再哭变成黑眼泪了 睫毛都掉色了 多不容易啊 开心吗 开心 好了快跟老师去分享去 快快快快快 再见再见 有请胡精明上场 好 先滴旋风 宇宙风荒 云藤之与渡见微霜 翻来书望旧收 从早时间往不得有几方 独四处雪无尽 几千年过雪 想想人一一只心 心一言一心无常 为什么要在唱歌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呀 因为我要传承中华礼 传承中华礼 那这个动作这个代表的是什么礼呀 敬礼 敬礼 什么时候我们要给别人行礼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碰到了长辈的时候 碰到老师的时候 要不要行礼呀 要 当别人给你帮助的时候 你要说谢谢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行礼呀 要 对 我两岁多就开始上台了 真的呀 我两岁多得小主播冠军 所以呢 你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主持人吗 我的梦想 要比主持人帮高 那是什么 明星 当个明星啊 小朋友从小都做了明星梦啊 那我们听听我旁边的这位明星 鲁玉哥哥有什么建议给你好不好 我什么时候就说明星 人家都说了明星比主持人 这主持人好一点 那你觉得明星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 明星呀 都把最明亮的东西放在了舞台上 但是明星都在幕后啊 下了好多好多的苦功夫 才能在舞台上明亮的 像星星一样赏光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以后还要在下面更加的努力 才能成为舞台上的明星 好吗 好 我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啊 这个 从头饰 到服装 到配的这个裙子 鞋的颜色 到这首曲子 一直到这首曲子的配器 乐队 都是花了心思 而且都是在文化上 在艺术上 在整个的审美上 都是高度的统一 所以我特别欣赏 这首歌曲做的也不错 我们老师是用千字文这本书 重新自己改变成新千字文 这是原创歌曲 但是呢 大跳 稍微高了一点点 对你来讲 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但是一到高音的时候 好多音就唱不好了 剩下的 你们都做得特别好 我们能否点亮这个小精灵的梦想呢 我好喜欢你 希望你每一年都能够来参与音乐快递 我先帮你点亮梦想 谢谢 当你拥有这么多的优点的时候 一定要借交 借造 别人身上再学东西 这才是高手 但是你很棒 我要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 其实我特别看见你以后 特别喜欢你 从感情上我特别想让你也通过 但是呢 希望你在提高了以后 老师再把这个花款给你 我觉得这样对你呢 更有帮助 所以我选择的是 等待你成长 谢谢 加油 我们等你长大 再见 有请靳景文上场 有请靳景文上场 说要看得有空进来 临上海别有 临上空 临上海别有 临上空 当你有那种期盼的状态下 你的肢体动作跟你的感受就和谐了 否则现在看了就觉得在念你 虚假的 如果红军来了 红军来了什么 救星来了 救我们的命的人来了 是那种真诚虔诚 等一个救星的那种状态 对于十岁的小朋友来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去启发他 也应该就是全面的学习了 我们今天是会点亮你的梦想 还是继续等你长大呢 从音准 从你演唱的那个速度的掌握上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呢 我还是给你鼓励 谢谢老师 我的选择是 变亮你的梦想 谢谢月亮姐姐 唱歌唱的是一种情 一旦没有了情 这首歌就没有了活泽 所以我选择 等你长大 谢谢老师 加油 有请张军岳上好 我还是给你带我 《优优独播》 请被从上来几片雪花 雪花在我手心里融化 爸爸你看到了吗 爸爸放心不下 请雪花看看她的娃娃 雪花在和我一起玩耍 爸爸你看到了吗 让我们大家来认识一下你 大家好 我叫张军月 我来自辽宁铁岭 我的爱好是吃喝玩乐 你为什么喜欢吃喝玩乐呢 因为吧 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 只要我快乐就很好 这个年龄段就感受到这个了 你最喜欢吃什么呀 我喜欢吃很多东西 像胡萝卜 蔬菜什么的 我都爱吃 你最喜欢喝什么呀 喝牛奶 喝蜂蜜水 红糖水 你玩什么呀 二人拽 跳绳 打人拽 就是平时跟爸爸在家里闹的时候 有时候不故意就会把爸爸踢伤 天哪 你有一个多好的爸爸呀 所以你跟爸爸的关系特别好吧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唱爸爸的雪花了 正是因为你能感受到 平时爸爸对你那种浓浓的父爱 所以你要把爸爸的雪花唱给他 对不对 对 唱歌唱的呢 如果再处理的轻柔一点 谢谢老师 后边再上去一点 把音唱的再都准一点 谢谢老师 会更好 你这急着老谢我 你刚才那个谢的那个分寸 特别让他们觉得像二人转 今天我们能够继续点亮你的梦想呢 点亮你的梦想 谢谢学长姐姐 你这样的孩子 我一定要鼓励你 为你点亮梦想 谢谢老师 其实你很多做的都很好 但是还差一步 我等待着你这一步的成长 你一定会做到的 谢谢老师 我们继续等你长大 谢谢宝宝 再见 再见